外面一層炭燒味是出來了 一吃入口就滑入口 想不到吃這個雞缸是會吃到入口直溶的感覺 好 大家好 我是阿May 我是Kiki 今集餵食機票就繼續吃Kiki最喜歡吃的Yakitoni 現在酒飯不是叫餵食機票而是叫日本機票 這樣吃日本夜飯 說回餵食機票的宗旨就是 你價錢來不來的 最重要是原汁原味 所以我們基本上不需要你吃多少錢 我們最重要是吃到它的味道 是真的像當地的味道一樣 而且因為今天是Kiki的生日 所以這間餐廳是由她挑選的 這間燒料我真的想吃很久 所以順便拍影片吧 約3個星期 好了 現在不說這麼多 準備夠時間了 因為6時就馬上開始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記得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響鐘仔唱才行 馬上飛去日本 我們現在來到這間Birdy 我們現在來到這間Birdy 這間Birdy最出名的 除了是日本師傅 加上避場太燒之外 還有就是它的雞的新鮮度 它保證就是一天之內就處理完 因為不說它不會過24小時 所以它的雞肉是非常新鮮 我記得這一間也是用三黃雞 為什麼它要用這些雞 而不是選日本的雞呢 就是因為新鮮度的問題 如果你用日本的雞來到香港 可能已經過了兩三天 就已經沒有了雞肉那種新鮮的感覺 所以他們才會選這隻雞 但是它做出來 它是做到日本那種的感覺 我們看下去就非常日式 大家都知道如果在香港做炭燒的話 搞消防那些設備那些已經是很高成本 所以沒有辦法之下 那些串燒由日本的平民小食 來到香港就變成高級美食 基本上日式的炭燒串燒 就立即是超貴的了 大概這些可能是四十幾至五十幾元一吋 整間餐廳是Open Kitchen 然後有一個日本的師傅 就在大家前面在燒串燒 就不斷拿個線在噗噗噗噗噗 格局都是高級的日本酒吧的感覺 我們剛才已經下了訂單 喊了串燒的了 我們這次第一道理就是這個串燒雞心 我們現在吃的雞心 就是這間店鋪 其中一個最有名的招牌串燒 雞心就用了完整雞心去處理 看上去有很多醬汁 還有上面是灑了一大堆蔥 還有少許鹽在上面 雞心當然也是吃串燒內臟的質感 都是有些粉粉的 但我覺得裡面的調味是不重的 所以我也會吃到少許內臟味 也不是腥味 還有雞心的調味方面 就加了很多麻油和蔥 雖然它加了一些麻油上去 但吃下去就不太膩 反而有少許滑入口的感覺 我覺得是頗特別頗不錯的 即是比起我們之前吃的 可能變成硬了的雞心 或者太熟的雞心就有不同的 這裡是比較滑的 而且是好吃的 之後那兩串就是雞翼 然後雞皮 這兩種都是比較醬汁 味道比較重 它跟第一串的味道是很大的分別 另外我們雞翼的話 我覺得這裡也燒得很好 首先一吃下去那種炭燒味是超蠢的 還有皮是非常脆的 但是跟其他雞翼比較的話 我就不算是特別出色的 但是是好吃的雞翼 但是就沒有我想像中那麼好吃 雞皮呢 我覺得一上台的時候 更像在我們九州吃的雞皮屋 嘩 一看下去我立刻想起 我是在九州 再來20川 再來10川 但這裡我就沒有這種感覺 我就不會想在那裡點 第一是價錢問題 第二就是它的尺寸是比較大寸 沒有那間那麼小寸 我覺得那間是再好吃一點 那間是經過醃製了很多天 還有它的醬汁也很野味 我覺得也是好吃的 但是它的味道就不夠 我在九州吃的那間那麼好吃 醬汁的味道就不是很入味 只是吃到外面有一點點炭燒 還有加上醬油的味道 還有外脆內軟 還有它其實將雞皮那種油脂已經燒了很多出來 所以吃下去不算是很油膩 但是又會吃到它雞皮那種的彈性 在香港來說也是好吃的 如果大家去不到的話 來這裡吃雞皮 我自己也會很喜歡 這個雞腿肉一看是超級美 還有你看到它真的很多肉汁 我最喜歡吃這些那麼淡淡的雞腿肉 這個雞腿肉其實已經風乾了兩天 之後才拿上去烤 外面的皮是脆的 裡面的肉是比較實一點的 這個外面那層皮是超級重的 炭燒的香味 它是燒到半身熟的 你看到裡面還是有一點點紅紅的 其實很正常 在日本吃串燒 很多時候都未必是燒到傳熟的 這個味道真的非常強烈 還有很濃 還有這個是超級滑的 又滑又多汁 然後表皮又脆 我最喜歡的地方是它的調味 是完全不會過火的 它是很濃的雞味 而不是調味粉的味道 我自己很喜歡這一串 我覺得這一串完全是帶出了大家最喜歡吃的燒料出來 這一串是一定要點的 如果來到的話 這一串就是店家的特別部位 就叫做雞心圓 其實基本上每隻雞只有一個這個部位 尤其是吃一些日式的串燒 其實如果吃特別部位的話 我都會盡量試一下它 因為真的非常罕有 它真的很像雞腸 但是同時又好像加了一些雞養的感覺 有些位置是比較硬一些 有些位置是超級軟的 還有有些位置很有彈性 我覺得好像雞腸 還有它是有一點雞的味道 我想可能要加少許檸檬汁 我自己就說 還有我想說這裡的氣氛 感覺是很棒的 因為我們是看到大汗到西汗的燒 那位日本師傅燒得超級辛苦 而且很熱 我看得出來 你看著它燒 和你在廚房拿出來的感覺是不同的 即是那種即時的感覺 而且真的看得出來是熱辣辣 很棒的 這個菜其實我慶幸 我們聰明 只叫做一串 因為我覺得這些真的試一次就夠了 而且它的味道又不算特別好 我覺得這些都是貪新鮮的 大家試一試一下就可以了 雞味方面我是非常有驚喜的 我覺得是非常好吃的 首先它是一串 它大約有五粒雞味的 然後它每一粒的油脂感爆發到不得了 一咬下去是一口油 然後呢 同時它是會有少少雞肉 我覺得是非常好吃的 它是很脆厚 很有油脂感 很有雞油的香味 我真的很喜歡 推介這個 這個雞肝也是其中一個推介必食的 我們今次就試了 它的雞肝煮到八成五熟 所以我們現在這樣吃到 其實它的皮是完全粉粉地吃的 然後再加了一層很深色的醬油上去蓋住 外面那層炭燒味是出來了 但裡面一吃進口它滑進口 想不到吃這個雞肝是會吃到入口直溶 因為我以前吃開的雞肝是會有少少粉粉的 就是煮到是有少少老老的 粉粉的 但這個呢 它咬下去有少少像咬一口雞肉 會溶化的 這個是幾特別的 而且這個是一點都不腥 完全沒有那股內臟的腥味 處理得非常好 它的醬汁都吊得起 它的雞肝的味道 就是它不會蓋過雞肝的味道 但又會有一種鹹鹹的甜甜的味道 挺好 好吃這個 那吃一個日式串燒 怎麼可以沒有免治雞肉盆呢 那就是每間都必買的腐色 但是這裡呢 免治雞肉盆所配的雞蛋呢 就要加錢的 就要十元一隻的 那它就只有蛋黃 一定是日本蛋的 超橙色的 它的免治雞肉盆裡面 是加了一些珊瑚和洋蔥在裡面 咬下去會有一點點爽的 粉粉的 而不是整塊都是雞肉 但是就對比其他 就是不算是特別出色 我反而喜歡是雞肉盆 裡面是有雞丸骨的 我就最喜歡的 那這個就 又要沒有雞蛋 味道就相對一般 我就試試這個豬腩肉 是五番腩的部位 一看就知道是油脂到爆的 先試試 我想說這個豬肉呢 味道是比較一般的 是它是用五番腩的部位 燒到非常脆 而且看上去有很多油脂 但入口又不是很多油脂 還有它豬肉的味道 不算是特別出色的 那我覺得大家都是可以吃雞串 就可以了 雞腎度 雞腎看上去好像有點乾 那剛才這個雞腎 吃完後依然是很濕潤 而且非常爽口 它完全沒有加到其他特別的醬汁 就是用了鹽 還有加了少許的黑椒 因為會有少許的黑椒 辣味在裡面 簡簡單單 但是吃雞腎 大家喜歡那種爽口的感覺 這個雞腎我覺得 都是普通通的貨色 不算是很特別出色的一隻 那我們現在又試這個 和牛壽喜小串 但它一來到的樣子 我都有點像 潤腸 是粗一點的潤腸 好啊 我們來試一下 有點嚇壞了 這個和牛壽喜小 吃進口 那種牛肉的味道很濃 加上它的醬汁味也很強 但是越吃越乾 頸殼 如果80元一吋來說 真的叫雞好一點 這裡暫時我們吃了豬和牛 其實都是吃雞是最好的 來到最後 我們都點了一個很多朋友都會點的親子串 大家可能在日本都有吃過親子串 基本上就是雞肉蛋的蓋飯 那就是很多蛋的 那這一間是非常好吃的 是猜不到的是 那些雞蛋是超濃的 當然是超滑 我猜不到是這麼好吃 果然是吃雞 是沒錯 日本人做雞都有很多種方法 真的 哈哈 還有我非常欣賞這個套 還會送到一個雞湯給大家 美姐最愛的雞汁 說笑而已 這個雞湯超濃的味道 超級好喝 你不要看它的顏色好像麵糞湯 喝下去是很濃郁的雞湯 所以我覺得來到這個套也很便宜 我剛才叫的和牛壽喜小 還有豬也不用叫 只是叫雞 它的蛋汁是超級棒 超濃的 很棒啊 Kiki這樣吃的可不開心 開心 希望大家可以留言 和Kiki我38 今天是Kiki生日 她要預工作要娛樂 哈哈 好啦 那我們等一下出去再說 好 那我們現在就來到這裡了 它的味道也是不錯 真的有點像在日本吃的感覺 大約是900多元左右 那我們又吃了飯 又吃了很多串燒 還有我真的吃得很飽 所以我自己覺得 這一間都值得推薦大家過來試一下 大家要來 記得要預約 還有這間餐廳 是有分下午和晚上的 夜晚的話 還會分兩個時段 那就是6點至8點 還有8點至10點 那如果大家來的話 記住看時間來了 還有有個不好的位置 就是有限時的 如果大家打算坐著 吹很久的水的話 這間餐廳就未必適合了 那如果你想吃日本的 原汁原味的串燒 這一間就很適合你了 好了 那今集也吃得很開心 Kiki也玩得很開心 如果想知道什麼事的話 記得看這條影片 支持我們的話 記得按讚、留言和分享 新目曲 記得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響鐘祭場 下集再見 拜拜